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了,刚刚我们是不是说了一下 TCB模型和OSI模型的对境关系,对吧? 那,这里呢,是讲的封装过程,什么意思? 就像我说的,刚刚我在讲这个 用最开始这个模型在讲的时候,看啊 我是不是讲的是,数据到这里之后 是不是才开始进行封装? 打入对应的包口,对吧? 对吧? 这上了是不是都没有? 对吧? 因为我们说了,这些东西是不是在这个 我们TCB模型里面是不是都会归纳在这个应用层当中? 对吧? 所以它是不是直接发送数据呢? 原始数据是不是有它发的? 明白我的说明吗? 但,所以啊,在这里看啊 在我们的应用层实际发送的数据 是不是才是完整数据? 一旦点击发送,是不是传到了传输层? 没错吧? 在传输层呢,我们干嘛? 是不是打入的是我的传输层的数据包头? 那在打包头之前,你是不是要选 我选的是TCB还是优利品? TCB包头和优利品的包头大小不一样 里面保存的数据也不一致 我们后面会把它拆开看一下,好吧? 但是,它是不是在这里最主要的东西是什么? 圆档口和木档档口 然后,数据是不是会传到网络层? 然后,在这里会干嘛? 打入H包头 H包头 H包头不管是对TCB 还是优区行业来讲都是一致 因为在网络层,我们是不是实际使用 就只能选择这一个包头 看到了? 那这里面最主要的内容是 圆域和木档域 没错吧? 然后呢,在数据内容层 其实这里,我们说应该把它放在我们结果层 听懂了? 那么,它这块是什么? 麦克地址 然后,麦克地址包头里面是保存了 这个本集和目标的麦克地址 然后,数据是不是进行实际的传输 看到了? 这是数据封装过程 OK? OK? 那,下一个呢就是写封装了 也就是说 当我接收数据的时候 是不是从下层往上传 到达对应层 是不是把对应层包头拆开 判断里面的数据是不是合格 目标是不是我? 如果是我,干嘛 是不是继续要上 然后到这时候拆自己的 到这时候拆自己的 最终是不是得到了原始数据 有没有问题? 都解释过了,OK? 看一下 好了 那,各位 这边说了一下 对应的设备 其实我们说了 应层 这块是我们常用的计算机和当中的所有软件 都是应层 OK? 传输层 说防火墙 嗯,其实可理 没啥问题 传输层当中 你为什么说防火墙 因为防火墙 因为防火墙的功能更强 防火墙既能识别IP 那也就是说 它是不是在这个网络层之上 它最少是要位于网络层 否则它是不是就不能识别IP制成 啊? 或者比网络层高 听懂老子说什么 但是防火墙除了能识IP 还能讲吗 当中轮口吧 我说了轮口吧 那既然轮口端口呢 它是不是就最少是位于传输层 或者在传输层之上 听懂老子说什么 那这个东西其实是在传输层的 OK? 那也就是说 位于高层的家伙 能够认识什么 低层的所有内容 能听吗? 但是位于低层的家伙 是不是只能识别本层 能够比本层低的数据 比我高的数据 它是不是就不认识 听懂吗? 所以我们说 越高层的东西 是不是就越智能 越低层的东西 会什么 越傻瓜式的吧 啥意思 物理层根本就是网线 网卡 网线里面 是不是只能识别什么 这个通电和端电信号 它是不是有效 是不是通 是不是不断 能听懂? 它很傻 但是消耗性 是不是要给它智能得多了 它里面是不是就能识别 麦克地址了 但是交换机认识IP吗? 各位 交换机不认识IP 所以交换机不能用 在两个网段当中的数据通信 因为它根本就不知道 什么交换机 能听懂吗? 那各位 也就是说 靠什么 我说 局域网内发信 我们是不是靠的是交换机 那好 我问你 我现在要发一个数据 发到它的电脑里 发进去 那我问你 我在这里给它写信的时候 难道写的不是IP吗? 不是IP吗? 我写的信 不是IP吗? 或者说 我要去探测它 我要去拼它 我拼的不是IP吗? 是吧 那我问什么 我说用的不是IP 我为什么用的 说 我说这局域网内通信 为什么用的是 这个 251没看到 为什么用的是麦克迪 各位 电脑没问题 我们说 电脑它是 应用层设备 没问题 它是不是能使用IP 但是 你只要点发送 或者回车 数据是不是现在就经过 我现在开始肯定了 传到交换机之上 它知道 你写的那个目标IP是什么 它不知道 它知道它是什么 各位 交换机在接入的时候 现在交换机在接入的时候 它会自动的去学习 跟你的交换机 连接接口的这个网卡 麦克迪指示是什么 明白吗? 你说什么 也就是说 交换机里 只要这个网上 我的这个口 接了网线 网线 对端有设备 交换机这个口 是不是就会亮 代表是不是可以用 那么 它会把它 所有这个 已经亮的这个网卡口 对应端的 这块网卡的麦克迪指 记录在交换机里 它把它叫做麦克迪指表 明白 那就是说 我要给它发信 我发了去IP 没问题吧 但是数据一封装 是不是在后面 是不是就得到了 这个 咱里面是不是就得到了 原麦克和目标麦克 咱里面是不是就可以写清楚 我要给的是它 换句话说 对计算机来讲 它是不是也会记录 整个局域网内的 所有的 跟我在同一个局域网内的麦克迪指 如果不知道 它如果能记录 它就会怎么办 发送网络 跟局域网内所有的人 发送计算机 看你们麦克迪指 谁是我 能听到我说什么 啊 想来学习对方的麦克地址 明白了 那也就说了 数据网发送到交换机之后 交换机根本不知道 描写的是216.255 它只知道 你要访问的对方的麦克地址是谁 然后呢 这个麦克地址 记录在我的交换机的某一个接触上 比如说第10号 它把数据去通过 第10号转发出去 就能到达地址 听懂了 换句话说 我再说 交换机是不是只是用这个麦克地址来通现 所以 它仅能在局域网里通现 OK OK 一旦跨了网段 隔了路由器 它们之间就不再可以通现了 明白 嗯 知道了 说什么 啊 那一旦跨了网段之后 就要靠什么 路由器了 因为路由器是什么 网络从设计的 啊 它是不是就在认识IP了 啊 嗯 那它是不是才会知道 诶 我是192.168.1 它是192.168.2 我们的网络是福音师 听懂了 有没有东西 有没有东西 没有 那好 这里其实只是简单的说了一下每层的设计 其实重点想说的是这三层 交换机是这个数据那层 那个网卡是物理层的 网线也是 OK 而路由器是网络从 所以交换机不识别 的设计是 OK 听懂你 好了我继续 可以吧 可以吧 好了 那么这里还是说了 每一层是不是只针对每一层是不是来做协议的东西 啊 它们之间是不是只是逻辑 逻辑连接 啊 只是我这一端的协议是到它这里才能解析 对吧 就跟刚刚的I-Sign的作用是无一样吧 没错吧 好了 总结了 然后呢 这里重新做了一下这个发送的数据图 我们看一看 各位 假设我的计算机A 要给计算机B发送数据 对吧 啊 对吧 那这个时候它的作用是这样 看 写完了邮件 一点发送是不是到传输层 然后写入了圆端口和目端端口 然后呢 到网络层是不是写入圆IP和目的IP 然后呢 在这里是不是写入了圆麦可和目的麦可 然后数据开始发送 对 我们说了 我的数据再怎么招是不是都要经过交换机 对 因为我的电脑是不是一定是原来交换机了 好了 那数据到了交换机 交换机是一个傻瓜式的东西 它根本不太清楚IP记者 它能判断的是什么 你得看 到这里是不是麦可记者 啊 它判断了麦可记者是谁 路标的是谁 各位 你还记得 在我们的每个人的电脑里都要指定一个东西 叫做网关 记得吗 有网关吗 有网关 什么叫网关 网关 是不是就是我整个局域网的出口 换句话说 我说它要做一个事 只要本机 这个局域网就处理不了我数据包 都是交给网关 是不是由网关来处理 各位 所以啊 各位 麦可记者是不能跨网段 它只能识别局域网内的所有这些硬件设备的麦可记者 明白 所以啊 各位 虽然我发送的对方计算机这个目标的IP是计算机B 那也就是说原其实是A 目标IP是B 但是原麦可是我的当前计算机 目标麦可可是局域网的网关 啊 能够理解我的说什么 啊 看 通过线 它是不是跟网关是相连的 啊 啥意思 麦可记者是不能跨网关的 我是一直在说 所以会导致什么 IP是 这是我的IP 这是他的IP 我们两个是读出公网 但是麦可记者呢 它最远的麦可记者只能到哪里 我的当前网络网多人呢 所以啊 目标IP在整个局域网里起 只能是局域网内的设计 如果我们两派电脑局域网内的电脑通信 原麦可就是我 目标麦可就是你 如果它要给办法的通信 目标麦可就是你指尽的网关的麦可 明白了 你说什么 所以啊 它通过麦可记者的时候 把数据 转发到了 就是网关上的物理层 啊 物理层拿到了这个数据 然后呢 是不是到它了 传到网络层 对吧 它要拆了 把它拆掉 那是什么 拆掉之后是要判断 你写的目标IP 我能不能到达 嗯 如果不能到达 这个数据包就会被揪起 然后返回给我说 听到吗 听到吗 那如果能到达 它知道怎么把这个数据包 发送给对方 明白 那它就会到哪 是不是把它的数据包 是不是发给下一个数据包 下一个路由线 当然是有可能和更多的有限 注意啊 那么 它是不是就会改变它的原域吧 啊 啊 假设如果我这个是那个内环域 1-2.168.1.2 它的内环域是1.23 1-1 可不可以啊 而它 它最后它是不是就变成公碗去了 2-2-2多少多少 那它就会干嘛 把原先的192-168.1.2 藏起来 但是没筛 再它乱乱再包一个包裹 哎 你要记信 你要记信 但是不想让别人追查到你 你怎么办 把这个信这个记到 记到对方 人类的是不是我拿 然后找个比较二的这个人 比如说肉鸡 我们攻击端 然后呢 让他拿到这个数据包裹 我们再攻击这个人 人类就是变成他了 那路由线自己可以做这样的功能 为什么 因为内网IP 是不是不能直接保存在哪 我说说一件事吧 因为你是要做人的108.1 别人是不是也可以是 它不是唯一 只有公网IP才是唯一 所以它们会干嘛 拿你的 拿它的这个公网IP干嘛 把内网IP 把你的原IP是不是包裹起来 外面表示的是我的这个IP 能听到你说什么 啊 能不能 因为它是内网网 内网是不能直接保存在哪 OK 所以啊 它要通过网关路由器的 把你的内网IP首先藏起来 把它 就从外面看起来 变成什么 规网机 那这种技术叫做哪个呢 网络机制转换 在我们学习路由器的时候 会详细来学 网络机制转换 为什么叫这样 因为内网IP无法访问公网 听懂吗 只要加内网IP 要想访问公网 都必须由NAT这个技术出现 否则内网数据无法发送 数据报 听懂吗 听懂吗 如果你的本身不是公网 那它之间就不会有NAT 它只是把你的数据报上 发出去就可以 听懂吗 如果你是内网IP 它就有个NAT过程 OK 你看 NAT的多种事情 用它的公网IP 是不是取代这个原始的NAT 把它是不是变成什么 原始NAT 那现在是不是就变成公网IP了 那到达目标数据包 就算中间经过了路由 NAT都不再改变 都不再改 写的数都是我自己 那最后这个数据包 到达了目的端的路由器 然后呢 数据传上来 拆开之后 它是不是判断目标IP地址 它一判断 这个目标IP 我这么能处理 是不是就在我们局局网内 能听懂 那它就干嘛 把数据包是不是发给它 然后它是不是经过交换机 然后传给了谁 当前的物理计算机 能听懂 这里判断MAC地址 这里判断什么 IP 然后是不是判断全数协议 最终是否返回延迟数据 能听懂 各位 如果有纳税技术 原IP会改变 在出网关上 对吧 但是谁不会变 永远都不变 目标IP地址 你访问的这个原IP是否永远都不变 听懂吗 原IP如果没有纳税技术 是不是也不会变 但是有了纳税的就不能了 把它是不是包了一下 包裹一下 能听懂 但是我问你 谁在意识变 麦克地址 看着 首先数据包刚发出来的时候 这是它的原麦克 这是它的目标麦克 对吧 到了这之后 它们两个假设在集合局网段 那它是不是变成原麦克 它就变成了什么 目标麦克 经过路由转换之后 它就变成了谁 原麦克 它就变成了谁 目标麦克 原麦克是 麦克地址是干嘛 只要经过一次路由 原来说路由要求给它就能接 听懂啊 所以麦克地址只能在职与网台通信 完全不可能在公网台中通信 因为它无法永远保存 能听懂 一直生效的是谁 IP嘛 目标IP 但是原IP如果没有纳税技术 也不估计 听懂啊 那这是发送数据 那要返回数据呢 这家伙是不是叫回忆我啊 他也同样的时候 数据发给他 再说给他 然后是发了他了 发了他之后 他除了判断目标案器在我上 还要干嘛 把真正的原IP是否给他包裹出来 把外面包裹的那层包装是否拆掉 然后他时候才知道真正的原IP是他那边的天气 算是可 是不是甚至才能发挥 听懂啊 各位 其实我说 我这块可能讲的稍微复杂一点 这些东西其实是我们交换机里面的一些概念 但是 我觉得应该你们能够理解 所以我稍微说了复杂一点 听懂吗 想说什么 目标IP是永远不变 但是那个地址呢 经过一次路由是否就会发生一次概念 听懂吗 有没有问题 有没有问题 没关系啊 这个东西早上我们后期讲 交换机路由器的时候还要讲 听懂了 那到时候是否就会有实验了 我们是否可以跟那些思路 让你看一下 怎么把你该的一些封装是另外一个感性 明白 有没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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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吗 嗯 该件性的东西的时候永远都是这样的 对吧 而且我说实话 你们现在真的 我觉得你们应该清楚 问题是 幻灯山一关 一个礼拜之后 还记得幻灯 但是我想说 我们现在要求的 对它的就是什么 一切死概念 比如说 I3方形七层的功能 一定能行 听到吗 那基于这种封装啊 这个解封装啊 数据包装的流通啊 麦克力的改件 我们后来在交换机游戏里 还要不惯得重复 OK 通过实验来做 最好是能续下来 因为我们虽然以后是做运营的 主要是做运营的 但是我说了 运营是不是跟网络 完全不可能脱离一关系啊 所以啊 一般来说 你就需要完成 网络工程师的工作了 哪怕不需要你跟 就是做成员 这么复杂的 城市和城市间的 但是 你公司的内网 你是不得能上网 你是不得能做正常规划 那这样原理性的东西 软件很简单 我告诉你 我们现在的这个配置方法 都是什么 绝大多数都是外的界面 剪进去之后 全部都是中文的图形的界面 你只要搞清楚原理的时候 来误会就行了 简单 但是关键在哪 原理吧 你是不是要把原理分清楚 听懂了 越靠近底层的技术 越抽象 真的是 但是 越靠近底层的技术 如果你理解了之后 它会对其以后的学习 有很大的疑问 还是这句话 能听懂最好 听不懂 对不对 或者说 我容易忘了 没关系 把这个什么 把这点面网络工程师做 听懂了 听懂了 如果以后用到了 有视频罢 照着再看我 对吧 听懂了吗 有没有问题 当然 我说实话 我们讲课的时候 视频会比较啰嗦 因为 我会反复地问 有问题吗 然后我时候还会反复地重复去讲 那网络的视频可能就会更简直一点 但是它毕竟有一个详细 OK 然后 其实说实话 网络的视频我都忘了 我讲了什么 真忘了 有 有 有 你没找到 给拼拼录的 那个计算机基础 特别包含了 那个IP的那个 毛络基础 大概 录了 大概三个小时 讲了一下这个东西 讲了一下这个IP画 但是讲得很粗 我们这个是 这个很快 很久很久 就三个小时只能讲一共的东西 很久了 我晚上说两天 哪天讲过完 最少两次 我们争取明天就讲完 好吧 但是不着急 明天真找不到 我们再拖坏这个东西 好吧 无所谓 还是这句话 学会没什么 时间量都是无所谓 好吧 共同点 比较一下 共同点是什么 这两个是不是都是分层模型 啊 都是分层模型 第二个呢 都能提供面线连接和面线无远接的服务机制 其实指的就是TCP和UDG协议 TCP为什么是面线连接的 因为我说了 如果我们采用TCP协议 在发送的过程当中 计算机A和计算机B之间始终在通信 始终在通信 啊 那我之间出现任何问题 是不是都可以进行插错通传 但是UDG不是 就像发展性一样 我们之间是没有联系的 只要发出去就可以了 听懂吗 所以一个是连接 一个是无远接 一个是无远接 没问题 所以我们在接近的就没听 因为这部门好 是连接的 有一定是无远接的 或者把帮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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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帯線 也可以 Olrie 不要走 别离这些